大家好,今天是10月31日 但是令我們很擔心的就是今天傳來了國內的一個消息 在武漢是有一個病毒是會引起致命性的肺炎 在國內的報導就說很多人是擔心又是來沙士 我們聽到很快就香港政府或者大陸都否認 我想跟大家說其實冠狀病毒引起的肺炎不只是沙士 總共有6種病毒對人體受影響 除了最嚴重最差的是沙士引至香港數以百計的人死亡 其實大家還記得中東呼吸症候群 其實這個病毒曾經有一些疑似的個案在香港或者大陸 一樣是可以引致嚴重的傷亡 就算不是沙士不是中東呼吸症候群 其他幾種的冠狀病毒可以引起嚴重的併發症 包括肺炎 我們最不想見到就是大陸政府或者香港特區政府 好像沙士03年的做法 一切是遮遮掩掩 掉以輕心 以為眼看不到就沒有問題 因為現在在說的在香港和武漢每天有飛機有高鐵來 只要一日時間這些嚴重的病毒就可以隨時傳到來香港 特別是現在在說假期 如果政府把頭埋在沙堆裡面想著聽不到看不到就可以沒有問題的話 最終受害是每一個香港人 經過03年沙士的教訓 我相信我們不會不記得這些慘痛的經驗 我希望也都督促特區政府在這次事件裡面 不要再重蹈覆轍 一定要認真去面對每一個傳染病 就算不是沙士 是在說病毒的肺炎 我們都要很小心 因為如果我們做不足防禦的功夫 做不到隔離的功夫 最終受害是每一個香港人 是我和你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這件事 我請大家記住 未來的無論是新歷年或者農曆年 做好自己的防備 如果是人多的地方戴個口罩 如果大家未打流感針 特別是50歲以上12歲以下的小朋友 孕婦和長期病患者 現在是有一個流感的資助計劃 不用錢的 大家記住 還有三個星期 打了一流感針 兩個星期就有效 是趕得及農曆年的高峰期 大家做好自己的身體 抗爭一定要好的身體 還有最後一樣 記住明天維園見 多謝你 是 太阜眉 九閉 龍 城 vir 公